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長柯P 你幹嘛走來走去 拜託 聽說站在旁邊這個 是知名藝人郭子乾的小孩 爸爸郭子乾是模仿高手 兒子的表演實力自然不是蓋的 多才多藝不只來自遺傳的好基因 郭子乾父子異口同聲說 一切得歸功於青海文理補習班 我們其實父母親對小孩的教育 就是希望興趣導向 那麼剛好青海他們的教學理念 剛好是多元發展 而且興趣導向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樣的補習班 是很為小朋友的發展中間 去尋找方向 來到這裡就是覺得滿開心的 而且因為我每次都會來這裡上鋼琴課 雖然說從我的學校滑崗一下 從陽明山上到這裡至少也要 大概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個時候只要想到來到青海 我就覺得滿快樂的 讓學習變得更快樂 就是青海文理補習班創立初中 我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就是很希望孩子是在一種快樂的情境之下學習 那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跟當時的教育環境落差是很大的 因為當時的教育環境就是要求分數 然後希望能夠考上高中聯考 我們在家庭上面給了小朋友很多的幫助 所以我們會把青海建構起來像一個家的樣子 那有點人文的氣息 還有讀書的環境 那他們來到青海上課的時候 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求他一點規矩 家裡的規矩 禮貌 還有他的生活態度 所以爸爸媽媽在這方面也覺得我們對他們的幫助是很大的 他們在過去的那一段時間裡面 孩子長大了 他們覺得很好的生活態度 那家長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不只是補習班 而是一個開心學習的大家庭 在這裡孩子不再是成績導向 對青海創辦人來說 每個人都不一樣 他們為孩子找到興趣與專長 還教導禮貌與生活態度 嗨好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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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的手 嗨好有安排 嗨你好 嗨你好 我是在青海這個階段學習的 因為在小學這個階段呢 要被養成來講的話 學校當然有他一方面的這個責任 但是我覺得絕大部分呢 是在青海這邊接受到的這些教育 我覺得常常我在跟陳初仁講說 你都可以開一間小學 只差沒有很大的這個腹底 我覺得他陳主任的教學理念 是讓家長是非常能夠接受 青海創立三十年 從醜創的觀念溝通到現在的家長支持 甚至獲得不少名人的鼓勵 他們深信除了會讀書 還有許多興趣才藝可以培養 未來的日子裡 他們也會以這樣的信念 繼續為教育奉獻 I study 採訪報導 I study 採訪報導 岩莉 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